哈喽,大家好,我是尼克文,欢迎收看战舰世界,喜欢文文视频的话可以点击下方订阅来,订阅文文的视频啊,只要你订阅文文视频以后,妈妈再也不会说啊,你玩战舰世界坑啦,然后呢,你每天的话,在我们的春节啊,年初1234567啊,包括以后,每天呢,你都能第一时间啊,收看到我们精彩的战舰世界视频,那今天的话呢,因为,呃,我们视频发的有点晚,那我们家是来客人了,然后呢,20年未见的发小, 然后呢,发现,虽然说是工作差不多啊,20年没有相见,然后,但是啊,同样在一起还是感觉是有很熟悉的那个感觉,然后呢,还有说不完的话,然后呢,中午吃了个饭,意犹未见,晚上又吃了个饭呢,喝喝酒聊聊天,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,好了,那本期视频呢,也是由文文体购,我们用的是新登堡,那大家投稿的话呢,主要讲有我们的投稿邮箱,大家可以把你的录像文件以及战绩截图啊, 一并打包发给文文就可以,知道战绩截图的话,用全屏,那么F12又变那个,或剩下的话,大家自行百度,有非常非常的多的方式啊, 今天这局新登堡,可以看,对面的话,哦,我们家是大河,哈哈,第三使徒,这个屌,对面是压滑,然后这样的话,我们的一个战略的优势会非常大,然后呢,巡洋剑,我啊,我对面一个藏王,我这里的话,是多了我啊,多了一个我,然后驱逐舰对面一个导风,复莱车,洋言,那么在没有航母的情况下,对面的驱逐舰的配合是非常强势,那么, 就要遇到这种防的话呢,网友最近也在看,想研究一些其他的打法,就是说, 以前我的想法就是说,同样张图,我会在一个岛屿后面, 晃来晃去,那么现在的话,我会,哎,更多的走到外面,我发现, 20公里的新登堡,对吧,就是打战略的话,其实也能造成很高的一个伤害输出,那么,这样的话呢, 我就是勇于去往外线走,而且的话,就是偶尔中了七发,咱不知道到底掉多少血啊, 照片看到是1700多,但其实他的一个伤害也是会比较可观的, 而且的话,将近18公里以上的话,敌人想打到你的一个概率也是比较难, 尤其是在外切这种,位置加减速啊,其实很难打到你, 所以说的话,我现在更愿意啊,就说是往外线来走, 那么,走外线的话呢,就是对敌剑的巡洋战略输出, 而且新登堡的AP弹啊,再加上他的一个炮物线啊,这种的话, 其实感觉打起来还是很硬霸,我可以想象得出啊, 对面是什么样的心情,就是说,你遇到一个18公里, 是不是9公里的新登堡,炮物线比你好, 一批弹射程比你远,这个打起来还是非常非常屌的, 哎,我看一下,哎,踏实干,哎,中了两发, 哇,队友直接把他收掉,我们的最上这一波啊,打得非常的爽, 但是当心天成啊,要被他爆核心, 那我这里的话也是妥妥的往外线开, 可以看到我们家的大河呢,哦,我们大河的在那边, 9.5公里,大河在中间估计没什么东西打, 那我这里也是配合队友直接往前上, 那我又看到,呃,对面的天成啊,已经是转弯, 那我就决定是继续转回来, 对面的压滑, 我,我也在试啊,就是说, 超远距离的情况下,哎, 熊羊怎么打就比较,因为, 现在毕竟熊羊还是会有一点的生疏, 那还是要一个习惯的过程, 那这里的话,我也是对, 压滑,啊,炮击, 你们这种侧面的话, 虽然说是熊羊啊, 但是的话,他打起来还是蛮, 哎,压滑减速了,哇, 这个魔性迷之减速, 这个可以哦, 这个这一波减速可以哦, 但是他的炮管也是看在我这里了, 我也是把速度降下来, 他的速度也很慢, 但是应该是差不多四分之一速, 所以说的话,我肯定是能打到他, 哎,主炮过来, 我是把速度再降下来, 右边的话还有一艘熊羊, 看看,哎,哎,哎, 熊羊的话是在停船下打我, 所以说我, 炮物线的话, 提前来往前算一点, 我是想说, 呃,他如果说会动的, 按照正常情况下, 他是会动的, 呃,果然一点动, 好,搭一发核心区, 对吧,预判到了, 因为这里这个位置的话, 还是比较难打, 还好,就是说抬抬头的话, 还是看得到的, 哇,这里的话, 我对压滑的策略就采取加减速, 而且的话,可以看, 因为我在这一边的话, 呃,其实, 是比较担心有鱼雷的, 所以说我的声纳很早就开了, 对不对的鱼雷过了, 还有一个加减速是躲过去了, 这的话,继续加减速, 哦,炮弹来了, 不要看,不要看, 哦呦,哦呦, 哦,一轮被打两万多, 疼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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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疼, 这个不能再这样, 这个,这个被玩死了, 其实减速减的太多了, 没有把速度加起来, 这个要出事, 这的话,哎, 天城出来了, 16.9公里, 我看啊, 天城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, 所以打起来的话, 还是蛮爽的, 一轮炮击上去, 哦呦, 传来发核心, 你敢信, 哦, 再来一轮, 哇, 这个伤害是很爆表啊, 那在这种中距离的时候啊, 侧身的AP弹的伤害非常可观, 哦呦, 把他炮打坏了, 怪怪, 天城这里的话, 是对他造成了一个, 沉吨的一个伤害输出, 我这里减减速, 对吧, 跨着山打, 还是可以的, 哦, 继续输出, 对吧, 这个位置的话还行, 而且他们的压滑, 我现在一个角度是比较恶心, 哎, 我们家的鱼雷要过去, 哦, 吃了一颗, 两颗, 看能不能收掉, 该你说拜拜, 漂亮, 三千六百多时把他收掉了, 哦呦, 就爱荡, 那这样的话, 其实你看, 对面的话, 其实的情况已经是在往回走了, 那这里的话, 我就不从外线包抄, 因为毕竟啊, 寻阳在正刚和, 或者说是敌人, 敌人在菊花对着你的时候, 你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难打的, 这个AP弹的伤害是, 至一般的差距啊, 就是有侧面打上层建筑, 或者船身, 还是那种小角度啊, 在打起来是完全的不一样, 对面的毛利兰, 速度也很慢, 这几枪取得小一点, 哎呦, 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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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轰三了, 轰三了, 炸三了, 那这的话可以看, 开炮不亮点, 说明的去除的话, 也就不在我们这边, 这的话我继续对他来输出, 因为这个位置的话, 其实AP弹能打, 但是的话效果不明显, 但是另外的话, 这种其实像这, 遇到这种情况, 其实, HE的伤害的话, 收益要更可观一点, 哇, 就会不会来一波雷了, 哇, 这波雷这个方向, 这波雷从这个方向过来了, 你敢信, 这波雷怎么, 怎么能这样过来, 那估计是刚刚前开过去的时候, 他肯定是路过, 打了波雷, 那么说明, 是像在这种位置, 看我们小地图的话, 这种位置肯定是有去除, 对的话我也是换在AP弹, 这里的有那个毛利兰要出来, 而且毛利兰的话是往里管, 那他没路走了, 毛利兰的话是在做内切, 或者是稍微瞄着他一个内切位, 而且的话他速度很慢, 继续一轮打过去, 再来, 速度还是很慢, 继续AP弹, 速度打, 好的, 多被我们打坏了, 那他撞伤了, 哎哟, 这个爽这个爽, 这个一个撞伤的话, 他肯定是没办法, 前面他的一个突进的话, 走位肯定是失误了, 来吧, 跟你说拜拜, 漂亮, 三发核心趋势, 直接是把带走了, 那么, 我现在发现像新登堡啊, 在远距离的时候, 其实他的AP啊, 收益是比较高, 但是的话你要混在舰队当中, 你不能你落单的话, 就像被人像打靶子一样, 对吧, 那如果说是混在舰队当中的话, 其实打起来还是蛮不错的, 哇, 一阿滑, 所以说像这种距离的话, 他一轮打得好的话, 一阿滑这种, 一阿滑是比较硬的那种啊, 那基本上有时候的话, 像打梯子或怎么样, 一轮的话, 基本上侧面打上去, 八千到一万也都会有, 我有过18公里打大河, 侧面上层建筑的话, 中个史莱发有一万亿的伤害, 就是半伤区, 这个很吓人, 很夸张, 一阿滑准备要走了, 然后呢, 这里还有一个毛区, 然后呢, 在这里的话, 其实我一直是在想, 我就是尝试在用AP带, 我想他总归会转, 是吧, 你看我们侧面有战列或怎么样, 他总归要动吧, 对吧, 我和队友的话, 还是有一个包扎的一个角度的, 但是的话, 然而, 事实并不是如此啊, 他就是, 一直没有动, 就一直在倒船, 你感谢我, 熊羊, 对吧, 按照道理来说, 他要不拉烟对吧, 要不应该是动起来的, 所以说的话, 这样打上去的, 其实AP收益不高, 但是的话, 那我就比较耿直啊, 我知道H1是有伤害, 但是H1伤害是, 高不到哪里去, 然后呢, 左边还有一个天成, 我就想, 就尝试的打打看, 就尝试的一直打打看, 左边的话有个天成过来, 我也是, 看了一眼, 我觉得, 这个我已经是不想去碰了, 不想去碰啊, 打天成很爽, 对吧, 这种位置的话, 打天成他速度有点慢啊, 我这里也是减速, 因为他毕竟也没有看我, 一轮炮过去, 哇, 提前辆稍微有点多, 他的速度很慢, 感觉又把速度带起来了, 看看这一轮, 大侧面, 14.6公里, 前面好像是有击穿过的, 打上层建筑, 7000多, 继续再来一轮, 哦呦, 我们队友的一轮, 直接是把他爆爽了, 这一段话再来, 炮弹有没有, 该按理手八百好样的, 那这的话, 我看天成一死的话, 压滑在往那边走, 然后, 我们家初选非常给力啊, 直接过来帮我拉了一个烟雾, 这个到位啊, 这个绝对到位啊, 那其实最好的一般效果的话, 他在我前面拉烟是非常好, 所以我这里的话就扛着有着烟雾的掩护啊, 我准备去偷袭藏王, 然后呢, 往毛利来这边走, 那么可以看我始终啊, 是在他们一个战略的大部队的侧面的, 无论他等级是怎么样, 对吧, 高等级也好, 低等级也好, 我同样是想接近于找这样的一种输出位去尝试的来做, 那可能造成的后果就是, 有时候被人抱抱核心啊, 打得非常非常的惨, 这的话, 藏王, 藏王的话是, 哎呦, 又外切了, 拖刀这种的话就很恶心啊,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, 而且的话, 我这里一定要是往那个小的伤后躲, 你可以看, 毛利来那边一边是在一直在对我的输出, 所以说的话, 我一定要往那边躲, 要不然注视, 而且, 左边的驱逐已经是把我点亮了, 我只要往山后躲, 哎, 这都出一番核心, 12公里大菊花张王啊, 看, 黑皮弹的话尝试多了, 是有惊喜的, 哎, 左边有个洋言, 哎, 漂亮, 洋言被秒掉了, 那现在的话就, 没有视野了, 那我这, 因为我本来是从这个口出去, 我想毛利来可能会, 对我放鱼雷啊, 这种的, 我就拐个弯, 对吧, 那么差不多啊, 一般人家习惯是放, 呃, 出山雷居多嘛, 所以说我转过来, 这样总行了吧, 而且我也是开了声纳装置, 那么声纳装置的话, 在五公里里面, 就是直接点亮, 哦呦, 出血这波雷, 这波雷吃不了, 所以我有时候一般的话就是, 像脑中会习惯性啊, 就是说我看到后面有驱逐, 我就喜欢回头望一眼, 哎, 来了, 来了, 哇, 一轮打了山上, 哎呀, 快装填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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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他拼了, 那妹就侧边了, 一匹蛋来了, 哦, 要被爽, 要被爽, 哦呦, 刘前多还好, 没击穿我, 我这段话继续跟他怼伤害, 这段话我就直接转过来了, 这个时候剔头硬钢, 哦呦哦呦, 你可以看, 看六百多对吧, 这种小口径的话, 真的是摆角度的话, 他也是很难击穿我, 那我打他伤害也不是很高, 所以说的话我也是, 哇, 本来是想描那个上层建筑啊, 现在的话就直接是, 积极了嘛, 然后呢我就继续走啊, 他这边, 因为我是有伸纳装置, 所以说五公里啊, 这种激进距离的话, 我是可以点亮他, 所以问题不大, 那继续再输出, 新登堡的想法就是说, 你在中后期的时候啊, 只要血量保持的还可以, 他其实回血能力还不错, 因为血量都很高, 那么基本上就是可以把自己, 当小半个战略来用, 对吧, 找侧面AP弹输出, 这个伤害会非常可怕啊, 对面的, 哦有五千八六千一看到没有, 这个就将近是一万的伤害了, 对面的压滑是准备来打我啊, 所以说的话我也是, 拉个大侧面, 然后减减速, 他这的话速度也不快, 那通常按照这种情况, 我都是会稍微打船头会局多一点, 为什么, 因为船头的话, 他的一个装甲带的厚度会比较薄弱一点, 那么不求击穿核心对吧, 但求多打一点伤害, 你看打到那边的位置的话, 可以打到三千八, 这的话压滑还在瞄我, 我感觉有了, 我减速, 我减速, 对, 现在我速度下来了, 他应该是瞄我船头, 而且他速度很慢, 哇, 六千八两千五, 又是将近一万的伤害, 对, 只要靠加减是十几公里, 这个加减速其实是很危险的, 这完全是凭感觉, 这继续的话对压滑, 四千八三千五又是小一万, 这一发的话应该是要建功了, 两千六, 那这样的话就是输出的话, 我觉得这样新登堡他的输出环境会好很多, 因为现在国服的话, 战力不是很多了, 现在有时候司机房的话, 巡洋驱逐渠多, 我觉得新登堡的位置会很明显, 会越来越明显, 那么像以前航母多的时候, 对吧, 德梅英会比较强势一些, 他是主防空, 那新登堡的话对舰来说的话, 他其实都不许你看, 如果说是和战王比, 对吧, 我还多一万点血, 而且的话可以看到他个侧身的话, 其实装甲还是会非常非常的, 一个厚实啊, 跳弹概率也非常高, 所以说的话, 还是是可以打, 我觉得, 而且新登堡四季呢, 我现在觉得目前的技能配点, 四季都不用出, 对吧, 把一二三的那种防火啊, 生存啊, 转炮塔啊, 这种鱼雷炭支啊, 对吧, 然后大宝就像这种, 该加的全加强, 其他的生存能力, 还是会非常不错的, 但有时候不要冲的太猛就可以了, 那基本上现在的话, 就是等躺赢了, 那我觉得这个跟我上一期的一个新登堡, 介绍打法会有点不一样, 对吧, 我们也是一直在尝试, 大神不是一天练成的, 我们也是在想办法, 就是说是探究一些不同的打法, 那也是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, 希望本期视频也是对你有帮助, 对吧, 我们也会是说有尝试好的, 也来分享给大家, 那是感谢大家收看, 我们下期再见咯, 拜拜。